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提升 人们对于汽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各种打着真皮座椅旗号的车型 也被销售人员吹捧得天花乱坠 而实际上真正能采用全真皮座椅的车型 实在是少之又少 各位朋友买车时千万别被销售人员坑了 实际上座椅材质之所以选择真皮 是因为这种材质不仅看起来上档次 而且透气信号 给用户的感觉更加舒适 但是其成本也是相对于普通材质来说更高 一个纯真皮座椅的配置 视情况而定大约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元 可想而知一辆十多万的车型配备的真皮座椅中 有多少水分了 既然水分那么大 平常的汽车座椅都是什么材质呢 一般来说一些低配车型的座椅材质为人造皮革 它们的主要成分为PU聚氨纸成分 而中端车型一般采用超线材质 实际上与人造皮革的成分相似 但看上去与真皮材质十分接近 当然还有手感较为舒适的人造皮革 成本稍高一些 并且更加耐用 对环境也无污染 由此可见 即使是人造材质也是有质量的区别 即使是高档车型中 可能也难以全部使用真皮材质的座椅 厂商可能在经常触及的地方使用真皮 其他部分可能就会减配了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顶级车型 会使用全真皮材质 车主们在观察车内材质是否为真皮材质时 可以仔细观看其纹理 或者观察是否有毛孔等细节 除此之外 还可以通过用鼻子闻味道 辨别是否有异味 切不可听从销售人员的一面之词 以免上当受骗 花了冤枉钱